一切之言 同手之善 惡成敬 然惡 則爭業 然善 則成善 人民日用手 日用手行 手學 促進無然 無然之治 即是般若 悲成和解 絕乎入道 必是一詞 身格體舊案 聖物寵文 因為前面的寄文當中沒有信誓 前面講了 惡不求道法 那什麼是道法呢? 神道之華 所以寄文當中沒有把它顯明出來 因此這個地方特別來增問 惡家宜指示 用來開導我們的心形之路 我們這個心呢 怎麼走的 怎麼思維 怎麼修的 思維修啊 那一切之言 同時善 惡成敬 這一切 無然 則是 這個一切 這一句話 就籠統說實了 善的沉淨 惡的沉淨啊 那要是然 則以 惡的沉淨 那個增長 流轉的業力 這一切 這一切的惡業呢 就更加增長了 要然 則以善法 就成為啊 我們呢 菩提的障礙 修善 修善不是不對啊 但是卒相 就使善法 流以有落的 所以啊 無論呢 是染惡 或者染善啊 都是增長 流轉的業力的 都是增長 流轉的業力的 所以 世間 就是這麼不完美 這麼不完美 說你一生的打拼啊 轟轟偉業啊 怎麼樣 增長 流轉的業力啊 沒有什麼 要是沒有學果 所有啊 都是三界 流轉的業力 所以 底下講 人以日用 所行 所學 促進 無然 無然之治啊 即是般若 話當中呢 不供應外道的 就是般若 般若 外道啊 在那裡 修禪定啊 還是執著啊 執著為餐廳的 為餐 就給餐廳給束縛啦 所以怎麼修 也不能解脫的 因為沒有剝勒啊 沒有剝勒 所以啊 能夠在日用之前 我們所做的 我們所學的 促進 無然 那你遇到這個境界當中 能夠了解 所有的法 都是因緣生的 它是聚集眾多的因緣 所產生的 沒有一個法 是單獨 一個緣 一個音 守成交 沒有 都要假見眾多的因緣的 所以啊 這樣觀察的時候呢 觀言起見識相 它自行本空 沒有一個真實不變的體型可能的 所以啊 能夠無然 無所染軸 這個無所染軸的智慧就是 般若 般若 所以 中文論裡面所講的 因緣所生亡 我所及時空 因緣所生亡 我所及時空 當體即空啊 是緣神無性的 緣神無性 這個空觀的智慧啊 是我們啊 在修活當中 第一個要得到的 菩薩道當中呢 第一個 從假入空觀 西昧假 我們以前在緣起當中 所產生的顛倒劍 認為所有緣起法都是真實的 這個叫無明 顛倒啊 顛倒 只有有這個無明在啊 你所做的都不能離向的 都是遊樂業 都是遊樂業的 都是留著的業力的 所以這個般若 亏章的要緊 被誠和解 結果入道 被誠和解 被誠就是緣起 也就是理想 被誠呢 不是把什麼東西 都捨掉了 丟掉了 不是 就是在見象當中 理想 理想 見向 理想就是被誠 而合一 決性 空性啊 我們講到這邊 好 很空性